太军 太军 这 现在下班了 不让见啊 太军 太军 说了现在已经下班了 不让见 这么大人呢 小鬼子 我肯定要说了不让见 太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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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追 快 太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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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怎么回事 快点 快点 快快去搜 阿彪 快 搜 去搜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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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上 去那边 在那儿 在那儿 开车 快 走 一定把这个刺客招出来 是 啊 失手了 不愧是七十六号大特务 宝贝要训练有素 防护得很严密 哎 他呀 当特务多年 劫仇无数 想要他命的人哪 恐怕不光是我们 所以不管他走到哪儿 都特别小心 咱们通知 脱身了没有 你放心 好了 他已经安全撤离了 对了 被阿全下落查到了吗 他藏身在安康医院 是个二层小楼 高五桥那儿 给他安排了两班透 每班八个人 昼夜轮房 那我就趁高五桥全程搜捕之际 去杀了这个叛徒 这太危险了 你不光要一对吧 而且不能惊动特务 一旦他们知道医院遭袭 要赶到医院最多不到五分钟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强攻 那你准备怎么干 这样吧 您给我弄一套日本军官的衣服 越快越好 可以 谁呀 开门快快地 谁呀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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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班了 不让见太军 太军 说了现在已经下班了 不让见 这么大人呢 小鬼子 我肯定说了不让见 我肯定说了不让见 你说了不完 害怕 你是不是 好汉饶命 了阿全 老须让我问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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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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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长官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干什么呢 我就是个生意人 刚好路过了 他们一家三口犯什么事了 安康医院刚刚发生了命案 我们这是例行检查 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凶器 什么凶器 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铅笔刀 是啊 那是孩子的铅笔刀 这些铅笔刀 我画得好吗 画得好 这铅笔刀也算凶器 是不是凶器 到总部审讯室里说 先生 长官们 让我拿钱销在那里